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完高分码后 又说说高表现的练码师 有两位练码师 在女王杯里都有很好的成绩 一位就是郭克 他曾经以幻彩光华和雕塑家 赢过女王杯 除了这些码之外 还有迫苦梦都可以跑到位置 也看到郭克 都是整天派马来香港跑的练码师 很熟悉的 在这一届赛事里 他派来参赛的就是纳顺子雀 他的情况会不会跟雕塑家有些类似 因为雕塑家又是由北人转手 给郭克训练 那就更加表现好 那纳顺子雀 会不会又去到郭克之后 又会变身越来越聰明呢 其实都变了些 他跟雕塑家有一样 就是来香港前 都是赢了一场奥匪帝宝錦标 过来 当年雕塑家也不是很大名气 一声就一名惊人 纳晋紫爵来说 他3岁的时候 在我位伯仁分岀的时候 已经去跑日食大赛 但很少三岁 hospital 马上了一顶跑日食大赛 其实面称,大概上 因为他拿出是较后来的马 如果你說鬥爆一段 自己是否夠香港馬百後 我自己覺得… 反而我覺得他可能會比那隻貴寶灘 因為那隻貴寶灘跑慣你2400 反而你看到這隻馬來香港之前 他通常都會留得比較厚 但見到他… 阿拉斯他真的中得挺厲害 雖然來到香港見到他很小 又不是很大隻 很大隻 很灰嵩 但如果看他來香港前的賽事表現 他的後勁又不是很簡單 他是看見的三豁龍 我們去走一公園 乾熱上的晚上 好像比較軟的方法 乘用處, 還是比較堅重 所以我們走一公園 他推到這一個好跑 現在已經看到他沒有問題 所以我沒看過他不怕 他沒看見四豁龍 旅程十分好, 很開心 很容易地歡迎 他旅程十分好, 他只是過關小腿 所以他已經賺了一小腿 他很新好的, 我很感豪 我不知是他在群組一層級 這會是他的確實測試 所以有些不錯的競賽 但我認為他在群組中 他很新鮮,所以這是最主要的事 我們自己在香港主場 也在討論香港練馬師 大摩亦曾經是兩套女王杯 今屆賽事有兩匹參戰馬 一匹比較年長,就是魔法幻影 另一匹就是今屆四歲精英之日 逐領豐叔,如果兩匹馬 哪一匹的實力會比較好? 如果目前來算,一定是魔法幻影較強 因為你看看今季在香港杯 是季內表現最好的一場 他是真正正拍著加州萬里 一起競賽 今季這匹馬其實沒怎麼用過 只是在去年11月和12月的香港杯 用了兩場而已 之後健康曾經出過少許問題 上一次賽前也曾經缺貨 但是他跑了很不擅長的千六 他末段的追勢其實也不差 今季這匹馬還沒交代 也季內少拼搏 來到遠階段這種賽事 有部分馬我們看到加州萬里 那些你會擔心他的體力 可能會不會有些下降 這匹馬正正以日代勞 而且之前看見他試過大閘 雖然他全程在後面這樣壓著 但是之後再向草地再拍多一貨 我覺得兩貨的表現都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匹馬 其實是絕對不可以忽視的 當然,這隻魔防已經到底香港杯營 輸給飛雪仙蹤 今年也輸給加州萬里 上屆 國際大賽,二千米 看來香港主隊 今年很優勢 至於俗領風騷又怎樣看 經常說打比很重要的榮譽 一生一遲 所以馬捕到最盡去跑打比 捕完打比之後 外跑的狀態不是每隻都保存得到 其實我覺得他的狀態沒什麼問題 只不過現在考慮實力 因為始終都是四歲 這次要對年長馬 你看到他跑打比那場 雖然他全程在外跌 一直看他望空 沒有遮擋的虧位 但因為步速很慢 其實也不算很輸蝕 看到他回來末段 最後二百,鬥衝下去 他真的好像差一點韌力 跟之前贏千八那場 都有少許分別 我就是有少許擔心 究竟真的可不可以 搬到二千這個路程 我自己有少許移民 路程是一個移民 我又擔心另一件事 就是天氣的問題 因為俗領風騷 是跑了乾快場地的表現最好 但如果你說近期 都又陰又晴 希望到時候 如果天氣好些幫到他 如果說很爛的地 就要小心點 他現在正在做一些 修復的修復 後來做一些 修復的修復 我們有些問題 有些修復 的修復 我們有些修復 但我們有些修復 有些修復 在這次的日子 有些時候 他在一陣子 有些紅色的修復 看他在他的工作 昨天他在他 在草山上 上的地步 跟西典 Tim Clarke 他在做的工作 非常好 所以你能說 我可以说,从什么我看到, both on the track 和什么队长的说明, 在他身上的背景, 你可以说,他看起来的正确时, 我给他,从一个很好的阶段, 我对他很快点的时间。 我哪种特意想不太贬近, 和泽idan的提许他比较好, 准确中,因为他已经持有三茶坪了, 但是他已经被传对了, welк冲上地说明, 甚至他给选择了他, 他可能会负责他其实 但他的工作是非常好 他跟Irian昨天 也认为Irian已经有了 但我认为Irian已经有了 但我认为Daluz 他曾经感兴趣的工作 昨天早上 因此之所以 从一个好盼的 我印象到Daluz 让他确实得到 这次 我們有這次完結的速度 再次,他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好,我們先談到這裡 當然,這輛女王妹 還有很多重要參戰馬 值得大家關注 下一節回來再跟大家討論